那么初的现象像我们现在这个一生 这个一世这是一个大的阶段 那个小的阶段呢 一年比一年老的一年是一个阶段 再细分呢 一月是个阶段 再分呢 一天是个阶段 你每天晚上睡一觉等于死了一次 昨天再也不会回来了 永远消失掉了 诸位想想 你要是头脑再清楚一点 再明白一点 刹那刹那 那就是一段一段啊 人不是一天一天的老 不是一天 刹那刹那在老啊 凡与波罗尼意为彼岸道 这个是印度梵文的文法 他跟我们中国文法了恰恰相反 我们中国人讲道彼岸 他说彼岸道 我们依他这个原文的意思来翻 就是道彼岸的意思 所谓历生死此难 度烦恼中流到涅槃彼岸 这就是道彼岸的意思 涅槃不生不灭 也就是一般宗教里面所讲的永生 以后再没有生死 再没有生死 这个叫涅槃的病 涅槃也翻作云极 云是圆满 极是极灭 灭的是什么呢 灭的是念头 主要晓得 生死轮回的根本就是念头 念头是生灭的 前面念头灭了 后面念头又生了 有生灭就有生死 就有轮回 这个灭盘历是没有生灭的念头了 心真正达到清净了 心里头一灭不生 不生当然就不灭 真心完全心情 忘心没有了 忘心没有了 可以诸位说 生死轮回就没有了 这个现象就没有了 所以叫了生死出轮回 这是把这个道理为我们说出来 只要你心里头 这个生灭的念头没有了 轮回就没有了 生死就没有了 轮回生死都没有了 诸位想想看 你还会有什么老啊病啊 当然没有了 生老病死都没有了 这些都是完全真实的事实 波罗蜜又有道家 就已经圆满住多亿 这一句梵文里头 喊的意思很多 他有个道家 道彼岸的也有个道家 道家功夫做到圆满了 我们也称道家了 像这几天我来了 看到这边许许多多 这是名书发家了 写了很多字 做起来很好 某人这个字写的到家了 功夫到家了 印度人叫波罗蜜 波罗蜜就到家了 画画到功夫画到到家了 画到最好就到家了 你会炒菜 炒个菜功夫炒得好 色香味具足也叫波罗蜜 功夫到家了 他有究竟圆满的意思 成为波罗蜜 凡于涅槃 意为不生不灭 所谓本质不生 经已不灭 又发缘起 这是解释前面讲 大涅槃之病 实在讲 涅槃有不生不灭的意思 不生不灭 就是真心 就是本心 禅宗里面讲 明心见心 尽心成福 这个尽心就是不生不灭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认为涅槃就是死了 如果涅槃就是死了 不要修 每个人最后一定要入半戒盘的 不死就可以死 这个涅槃就是真正正的不生不灭 正的清静心现情 就叫正的涅槃 所以涅槃 跟那个死完全不相干 死了 死了不是涅槃 死了就麻烦大了 这麻烦大 死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不可以死 死了就不得了 这是麻烦大 决定不能死 这个是学佛了 我们就是要在这一身当中 真正正德不生不死 真的是要了断生死 就是要正德不生不灭 这个凡元吉 因见死烦恼而又分断生死 因尘杀无名而又便宜生死 跟我佛法常讲 生死有两种 一种是分断 分断就是一段一段 一段一段的 那么粗的现象 像我们现在这个一生 这个一世 这是一个大的阶段 那个小的阶段 一年比一年老的一年是一个阶段 再细分的音乐是个阶段 再分的一天是个阶段 你每天晚上睡一觉 等于死了一次 昨天再也不会回来了 永远消失掉了 诸位想想 你要是头脑再清楚一点 再明白一点 刹那刹那 那就是一段一段了 人不是一天一天的老 刹那刹那在老啊 这叫真正觉悟 真正明了 刹那刹那 这是分断 变异是变化 变化 从幽到上 从上到壮到老到死 变化 这个是很明显的变化 微信的变化呢 在心里 心里面变化了 如果我们冷静一点 细心一点 也不难觉察到 迷雾的变化 情识的变化 贪嗔痴慢烦恼的变化 无量无边 那是变异生死 那么在佛华里面讲呢 变异生死主要的意思 超凡入圣 它境界 不断在改变 菩萨 你刚刚正得 粗性位 粗性到二性 一个变化 二性到三性 一个变化 就好像我们在学校念书 我们从一年级到二年级 这一个变化 一年变到二年了 二年变到三年了 小学变到中学了 中学变到大学了 这种叫变异 菩萨有五十一个位置 五十一次的变异 这个叫做变异生死 变异跟分段不一样 分段里面有烦恼 变异里是普明 一个是从烦恼障来的 一个是从所知障来的 因为有两种障 所以叫两种生死 尘尘无名跟这个建设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两种生死都断了 这叫缘起 叫圆满 叫清净 解灭 阿 你 佛 阿 你 佛 阿 你 你 佛 我 你 你 我 我 你